公路車趕到現場 就看到這一頭毛皮黑色的動物 在道路上漫無目的地跑 一下子從路間跑到外側車道 受到過往車輛驚嚇 他又跑回路間 過沒多久又跑進外側的車道 為了避免車輛 因為閃避這一頭豬紋發生意外 通宵救難協會成員 會同養護道路單位員工 合力把黑豬趕到路間 再用繩索試圖綁住他的四肢 警方出步調查 不排除是運送豬汁的車輛 行進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 南下128公里 苗栗路斷時 駭母豬摔到路上 警方將調閱沿途監視器畫面 找出誰是粗心的司機 警方將調閱監視器追查 造勢車輛依法開拔 不小心把動物給載到掉下去 可能被罰3000元到18000元的罰還 而這一頭母豬 可能在衰落時 因為撞擊而有內傷 或者過程中受到嚴重的驚嚇 被安置之後 他暴斃了 民視新聞 邱俊超 苗栗報導 在安置